就连第一次跟我喝酒也是这样 在公园喝醉了就 对不起 关心 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答案 我多希望他有其他的理由 对不起 为什么对不起啊 我跟那天你相亲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男的 把手机拿错了 我回去找他换手机的时候 因为喝太多就 睡在他那儿了 什么 因为那天你去相亲嘛 我就很生气 所以我喝多了 那你喝多了应该打给我啊 你不是不喜欢我喝酒吗 那你都喝醉了 你更应该第一时间想到我啊 就是因为喝太多了 所以才 但我俩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我向你保证 真的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吗 这是我能原谅的事情吗 难道我不知道你喝醉酒是什么样子吗 你一喝醉酒就爱撒娇 很容易让别人误会的 就连第一次跟我喝酒也是这样 在公园喝醉了就 那还不是因为你相亲 如果你不相亲的话 我也不会去喝酒啊 所以你觉得我跟所有人喝多了 都很随便是不是 不是夏天 我不是那个意思 在公园那天 是因为我喜欢你啊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知道 算了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喜香香喽的小宝宝 我死了 我的妈呀 看看来 玩吧 等着吧啊 马上就有人来接你了 潮友有什么事吗 许泽豪 那天晚上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为什么我睡在你们家连衣服都没穿 是不是你脱的 我脱了 宝儿 咱不能轻易让人家脱衣服 你那么激动干嘛 我以前又不是没脱过 许泽豪 我再跟你说正经事 你能不能正经点 你究竟是想要我一个解释呢 还是自己想要一个答案 去跟别人解释 我现在需要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发生了什么 我要一五一十地告诉关心 你还不打算跟他分手啊 为什么要分手 他去相亲 他去相亲 你们有自尊心的吗 没有啊 因为他实在是太好了 好到我不需要有自尊心 是 你以前就这样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 那他可跟你太不一样了 他比你好太多 我很爱他 那你爱上一个人还真是轻易啊 那你直接跟他说实话好了 说在酒店遇到的那个男的 就是你自己交往了五年的前任 你们交换手机的时候 还一起睡了一觉 我们没睡 ág� 使用 小点声 这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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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